哈喽 每日都更新的俊俊来了 2024热门录剧有一大半都来自腾讯 上半年S加大剧庆余年 繁花 与凤行和玫瑰的故事轮番罢评 最近热播的锦绣安宁不是S加评级 但也小有话题 不过腾讯也不是美部 S加大制作录剧都播得好 以下2024腾讯 S加录剧网播量排行榜Top10 一起来看看吧 柱 腾讯 优酷等平台 会将电视剧分为S加 S A或B的评级 评选条件大多是 看主演的咖位或是IP大小 若是双流量主演 就绝对是最顶级的S加 2024腾讯S加录剧网播量排行榜Top10 周一为高伟光金庸武侠世界 粗股网播量3.63亿 金庸武侠世界改编自金庸的小说 这部剧有一个核心主线故事铁血担心 再加上四个创新人物篇章 这部剧集结不少知名演员 除了周一为高伟光外 有最近出现在锦绣安宁的南二刺杀 长相思 南四王红义 以及今年人气上升的小花陈都灵 孟子义和包上恩 金庸武侠世界全是大家叫得出名字的演员 然而评价和热度都很惨 首先是旧版经典在前 而这版金庸武侠世界 没让大家看出太多心意 土黄土黄的滤镜也被大力嫌弃 选角也被吐槽很失败 豆瓣仅6.2分 2024腾讯S加陆剧网播量排行榜Top9 徐凯 虞书欣 齐金招 粗估网播量6.29亿 2024年有好多《仙剑奇侠传》系列改编剧 热度与剧评都很惨 齐金招 找来徐凯 虞书欣搭档 两人都是如今九五后的人气演员 然而齐金招却播得毫无水花 其实齐金招 剧情不到很雷 只是老板仙剑经典在前 齐金招 被认为没有拍出仙霞剧内核 豆瓣评分仅5.0 口碑和播放表现都不佳 齐金招 改编自《仙剑奇侠传6》 讲述小镇青年 岳金招和异媚岳齐闯荡江湖多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们意外得知岳齐的生母 竟是令人忌惮的昆蓬谷谷主 一心寻找生母团聚的岳齐 被迫面临亲情与大意间的痛苦抉择 2024腾讯S加录剧网播量排行榜 TOP8张婉毅 王楚然柳州记粗估网播量8.06亿 柳州记是腾讯2024暑期档 祭出的重磅剧 这部剧的评级是对标星汉灿烂 一样是小说大IP加带 爆流量演员加S级大制作 虽然柳州记已经是下半年 比较热门的录剧了 但和往年腾讯风光的暑期档相比 柳州记热度评价都差了一截 柳州记目前网播量兜兜转转 仅8.06亿 但往年腥汉灿烂 孟华录这些大热S加古装剧 几乎在热播期一个月内 网播量就轻松突破11大关 对比之下柳州记播得不算好 其实柳州记质感不差 剧本扎实 很有中式美学 只是近期的录剧大盘偏冷 观众对长篇电视剧的兴趣下降 导致不少古装剧都意外暴冷 柳州记并不是单一案例 2024腾讯S加露剧网播量排行榜Top7 杨子张婉毅长相思第二季 粗股网播量10.4亿 长相思第一季是去年暑期档的大暴剧 时隔一年 本来观众都看好长相思 第二季能延续去年热闹的盛况 可惜第二季口碑全崩盘 长相思第一季评分高达7.8 第二季评分一路跌到剩5.9 长相思两季是一起拍的 如果两季一起播 观感或许不会落差这么大 第一季开头剧情明亮轻快 然而第二季三对CPE之虐 剧情却没有大幅度的进展 加上观众的追剧热情已经消退 也就越来越无法共情角色 还引发魔改争议 不过尽管长相思第二季付评居多 但还是有热度 剧情很能引发观众讨论欲望 2024腾讯S加录剧网播量排行榜Top6 吴磊赵金脉在暴雪时分 粗估网播量11.37亿 在暴雪时分是上半年冲出高热度的甜宠剧 找来吴磊赵金脉搭档 加上又是莫保飞保的小说 让大家期待不已 而在暴雪时分质感没让大家失望 剧组特意到芬兰拍摄 还原了小说中的暴雪场景 拍得相当用心 但剧情就比较平淡一点 莫保飞保的小说经常被诟病不够高潮叠起 在暴雪时分也有一样的问题 虽然甜 但节奏偏慢 没有太多引人入胜的情节 全靠吴磊赵金脉两位演员撑场 但在暴雪时分 无疑已是今年热门甜宠剧 网播量冲破十亿大关 2024腾讯S加录剧网播量排行榜Top5 杨子徐凯成欢季粗估网播量14.82亿 2024有两部艺术小说改编剧上线 一部是刘亦菲玫瑰的故事 另一部就是杨子的成欢季 相较之下 玫瑰的故事的口碑 播放表现 都更胜一筹 成欢季讲述平凡女孩 麦成欢努力从母亲强势的关爱中挣脱 并接手奶奶交托的酒店 展开的成长故事 剧版成欢季对比小说改动很大 风格更温馨 更甜爱但也更狗血 剧中成欢控制欲超强的妈妈 以及杨子和徐凯的甜爱CP线 都引起了话题 播出期间讨论度挺高 剧版虽然大幅改编 但有成功 抓住观众口味 剧情会吸引人往下看 杨子和徐凯的CP线很好客 2024腾讯S加录剧 网播量排行榜Tops 刘亦菲 同大为玫瑰的故事 粗估网播量22.06亿 玫瑰的故事是今年相当风光的录剧之一 网播量达到22.06亿 不得不说 刘亦菲近年推出的美部剧都很值得追 现代剧《玫瑰的故事》 去有风的地方 还有古装剧《梦华路》通通都走高质感路线 剧情没有清一色谈恋爱 而隐含了女性成长 返乡等等的议题 刘亦菲选剧《眼光》真的不错 而《玫瑰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 演员阵容豪华 剧中的造型不仅不会吐气 感情线也拍得很好看 剧里有五个男主角 有妹孔哥哥 初恋白月光 老公 灵魂伴侣 年下奶狗弟弟 每条线都看点满满 2024腾讯S加路具网播量排行榜TOP3 胡歌 马依黎 繁花粗估网播量22.06亿 繁花和《玫瑰的故事》估计的网播量都落在22.06亿 通常路具集数越长 越容易拉高网播量 而繁花仅用30级的集数 就冲出相同的网播量 播放效果其实稍胜一筹 繁花由名导王家卫担任总导演 找来胡歌 马依黎 新直磊 唐嫣主演 这么豪华的阵容 繁花怎么可能不火呢 繁花可以说是近年最特别的一部录剧了 王家卫风格鲜明 把繁花拍出了电影质感 剧集色彩浓艳 人物个个富有生命力 在豆瓣也冲出8.7的高分 故事讲述上世纪90年代初 人人争上游 男主阿宝留下的一段传奇 2024腾讯S加录剧网播量排行榜TOP2 赵丽颖 林更新 与凤行粗估网播量30.67亿 与凤行拿下第二 与凤行是2024 上半年有成功走热的古装剧 靠着赵丽颖的号召力 与凤行只用了25小时 在中国腾讯战内热度就破300000大关 真不愧是赵丽颖 与凤行是今年质感上成的古装剧 讲述上古最后一个神军行只 和魔戒女王爷审离的爱情故事 剧中实景拍摄的绿水青山 意境满满 真的拍出了S加大剧的质感 2024腾讯S加录剧网播量排行榜TOP1 张若云 李庆 庆余年 第二季粗估网播量43.9亿 庆余年第一季是网播量 冲破百亿大关的现象级爆款剧 而第二季依然火 庆余年第二季是今年网播量最高的录剧 冲破43亿 打败玫瑰的故事与凤行 以及优酷的爆款剧墨与云间 庆余年第二季口碑没崩盘 依然维持原来的路线 时而紧张刺激 时而幽默爆笑 人物深沉复杂 全眸一层又一层 反转不断 庆余年可以说是今年最风光的录剧了 好了 看完以上2024腾讯S加路具网播量排行榜Top10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